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进到了这个电梯里面 然后我们一会就上到这里的一个出发平台 大概有48名的地方 我们现在邀请场馆的相关工作员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场地有哪些的设计特点 手钢滑雪大跳台侧面的曲线设计 正是应用了敦煌飞天飘带的形象 三条飘带简洁地表达出飞天飘带的概念 顶部飘带标志为出发区 中部飘带为主体包裹 兼有抗风柱 竞赛照明灯杆和安全防护网支撑结构柱 并兼有防风作用 下部飘带与中部飘带和主体结构相互演应 这一块就是咱们出发区两侧的这个站道 是从这儿是在大跳台两侧是可以楼梯 然后是可以走下去的 可以走 对 然后这一块是楼空的 咱往下看也是特别的高 壮观 这个公式就是48米 对 这一块是距离地面是48米 我知道咱们有一个最高处是60米 咱们的最高处60米是 咱们的顶端是60米 对 实际出发区的高度是48米 那么现在呢 小新也来体验一下场馆运行团队的相关工作人员 所讲的这个走台阶的精妙之处啊 就在于说它这个整个是楼空的 然后走起来的话 其实有一种漫步在云端的感觉 然后现在站在这个高台处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手钢场地的全貌 也是非常的美 就是可以看到古代建筑以及远方的工业建筑和现代的这个体育元素的相融合 手钢黄雪大跳台呢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将大跳台的选址选在手钢园区 利用呢 手钢园区以前的一些老厂房 老的一些工业建筑的遗存 进行了修缮改建 应该说呢 现在已经能够满足 咱们冬奥会的一些比赛转播 等等的多功能需求 那么我身后的这个黄色区域呢 叫做除雪区 大家可以看到像一个小雪山一样 那么在1月20号呢 我们的人工造雪呢 就会停止 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 如果赛道上的雪 因为太阳的直射融化的话呢 就会从这个地方用雪推车 把雪取到赛道上去 保证我们比赛顺利的进行 好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多会造雪的这个雪的硬度 哇 我可以看到 就是直接就拿下来了 这个和普通的这个自然用雪 还是不一样 还挺硬的 我觉得就是还 挺适合打雪仗的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砸在身上 还是有一定力度的 给你们展示一下 哦 哎呦 腿有点疼 手钢滑雪大跳台 在设计和建造之初 就充分考虑到了赛后利用 以及北京冬奥会后 如何实现快速变身 成为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的 比赛场地和运动员的训练场所 那么如果有哪位观众 想感受一下 从48米高台处 高空起跳的快感 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关注我们北京冬奥会的 大跳台比赛项目 第二是成为一名专业的运动员 我们下注主堂 我们下注注一个吧 我们下注注于 我们下注注我们的